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99%玩家不知道的兑换码 倩特拉利为五星冰盾 火神核心剧情将来到 元神恰斯卡定位闪兵加夜兰 欧洛伦神之眼公布 倩特拉利可能为五星 自从卡池释放以来 引起了许多玩家的乐意 主要的牵制玩家 肯定会希望抽到专属武器 或者希诺宁来提升实力 此外 胡桃的复刻 让许多玩家感到欣喜 因为错过了这次机会 下次可能只能在混合池中抽取 纳希达则在本次卡池中保驾护航 但希诺宁的实力 也将取决于后续V3和V4的改动 希望这一切 真的能够符合玩家们的期望 希特拉利 据传定位为 具有护盾和兵属性后台能力的角色 这一定位 与莱伊拉有些重别 因此有人在论坛上提及 这一角色可能是五星角色 据悉 他可能会在5.3版本后加入卡池 但也不能排除突然空降的可能性 许多玩家认为五星角色的难度较大 四星角色更容易被获取 另外 火神的新技能有些抽象 及其摩托车撞人 在然有些费解 然而 据说火神的剧情非常出色 令人值得期待 在内塔版本中 玩家会获得相当多的原始奖励 不要错过各种平台上的福利 确保领取 许多玩家已经使用了 NOT826这个兑换码 直接将100原始发送到邮箱 然而 一些玩家可能忽略了微信中的原始奖励 要找到这个功能 在微信中进入发现页 搜索并加入原神圈子 在5.0版本福利中绑定账号 一旦有50万人成功绑定 每位玩家就可以领取50原始 让我们一起努力 文字腿虽小 但也是肉 积少成多 欧洛伦的剧情截图和神之严属性 已经公布 他是一位雷系角色 消息来源是Johnson Nick Lowe 之前曝光的信息显示 他是弓箭类型角色 但现在却放出了雷系属性 如果他真的是弓箭角色 可能会与赛索斯产生竞争 目前还不清楚他的素质会是怎样 因为目前资料中 没有关于五星雷公角色的信息 或许他会升级为五星角色 这取决于后续版本的安排 看起来 NOT8版本中 四星角色依旧会很少 关于粉发少女希特拉利 有传言称他 目前有点像五星的感觉 但论坛上的信息显示 他可能是四星角色 需要看后续公布的数值如何 也有玩家透露 在5.2版本中 希特拉利可能会加入池中 此外 某些消息显示 奈塔将在几个版本中有 双重五星限定角色 加入卡池 将来有些期待 不过 需要等待测试符的消息 不能过早抱有期待 5.1情况 已经被搜刮的差不多了 现在许多旅行者的目光 转向了5.2版本的卡池 这次的卡池 在强度上 经历了一次反转 首先是恰斯卡 该角色被定位为风元素 一些资深玩家透露 恰斯卡是一位强大的风元素角色 关于他的染色能否增强反应 还存在一些怀疑 但确定的是 他的染色能力 可能与他的个性有关 他的定位是 散兵加夜兰 整体强度似乎还不错 不过最好还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先当做一种娱乐看待